没有人上去想输了 没有人真的想要进到那个楼台上 或者进到那个笼子里面 进去我是想输 每个人都会想要赢 只是那方是你要怎样赢 我的名字叫Alexander Liu 我今年28岁 我的职业是拳击教练 我每天都是综合格斗的一种 之前开始是算是一个兴趣 我慢慢现在对我而讲是一个叫坚持 比赛当天人家开始喊你的名字叫你准备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紧张 你的失序好像会把腕 圈里面的感觉 你挥出第一拳或者是人家挥到你第一拳之前 你还是很迷惘的 站上去的你要对自己负责任 它不是外在的压力 它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你要怎样完成你定下的目标 想回去 为什么我开始 你开始的时候你的初衷是什么 你开始的时候你想知道 你开始的时候你信念有极强烈 你有极想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到现在你遇到一点问题的时候 你又想 改变你一开始的想法 而不是坚持下去 会让我觉得有满足感的东西是 我让别人也喜欢上这样东西 我让你发觉你自己对这样东西的兴趣 你也爱上这个SWAT 挥出的每一拳跟每一腿 也可以很实在 但是综合格斗这一项运动 不能只是想 而是要做 做 就对了 好 我要 I'm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